此外的事 燕飞啊 干得漂亮 袁瑞朗是第一副的人 這件事啊 老丁要費上一百條舌頭了吧 我認為啊 他肯定不會承認的 他不承認有什麼用啊 股東又不是傻子 袁瑞朗剛來到公司 就捅了這麼大的爐子 如果背後沒有人指使 他敢嗎 這麼兇狠毒辣的收購 也只有他定義夫 能夠做出來 別人看不出來 我還看不出來嗎 這明眼人一看也知道 這背後 是他指使袁瑞朗乾的 我其實不太明白 就算按照計劃 他收購了整個國際 這裡面的好處 也大部分一條人命啊 那個老廠長的死是純屬意外 就和你們那個財物的死一樣 叫什麼名字來的 叫齊羽 齊羽和老廠長一樣 他們都是脆弱的不好 而脆弱的人 一旦被抓住了把柄 經不住三下兩下的折騰 就掛了 這件事 對袁瑞朗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對丁義夫是有好處的 他為什麼把這個事情給摁下去了 他就是想用這件事 來控制住袁瑞朗 只要袁瑞朗不為他辦事 他就用這件事來要挾他 這麼看起來 怪不得袁總 好多自想的辭職 這幾年過得太容易了 嚴肥啊 你應該慶幸 你沒有跟著老丁啊 我是做不出這些事情來的 對 我這叫沒有明珠暗頭 這件事幹得很漂亮 在董事會上 老丁已經沒有翻盤的可能了 上海公司也已經在我們的手裡 你那些事情該辦的 趕緊去辦吧 是非得 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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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能打到 您所拨打的電話已關 喂 喂 咖啡 可以 也只有你知道我在这儿 没事吧 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别跟我装了 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 这件事对别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很大的震动 但对我来说 才是一种解脱 这个十字架 在我身上压得太久了 累死我了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 早点被人发现 我可以有机会 去给别人承认错误 去赎罪 没想到 你也一直承受着这些 记得我上次在这里跟你说 本来我跟你求婚的 后来没有说出口 这一缓就五年 你听上去是不是觉得 这是一个 特别美好的爱情故事 但我告诉你 这个故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的完整版纸是这样的 我在遇到你没有多久之后 就碰到了正和国际的事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在道德上有缺失的人 我都看不起我自己 所以 马克思说 资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充满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其实 用一些手段 去跟客户进行有力的谈判 这种事我也做过 但毕竟是死人了 和我有关知道吗 有些人说 有人说我这个年纪还不结婚 到处玩 自有自在居无定所 特羡慕我 真天知道 不不不天都不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用这种方式 在惩罚我自己 我觉得我这个人吧 根本就不配得到 最珍贵的诺言 最平凡的美好 最简单的幸福 我是个肮脏的人 其实这些年 我也一直在逼我爸 逼他对我妈妈 内疚一辈子 所以我不理他 不跟他说话 我到国外去 就是为了让他痛哭 但其实看到他痛苦的时候 我比他还要痛苦 我们都一样 不配拥有温暖和爱 原来我们是两个自卑的人 其实好多东西 原来只看到了表面 我们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心里最清楚 在这里一杯白开水 要卖八十块钱 你真的确定我们是 很可怜的人吗 很可怜的人吗 挺可怜的 是不是别人说的那种 除了前世的人 简单没有什么 话题说的 我真的想从这里跳出去 我的天 我哪里一 eh 小意思 我到底看到了 什么 你 小意思 喂 喂 干什么你 对对对 这个招 这个招 放在屁里 你干什么你 你干嘛 拍得不错吧 你以为删除士兵 就可以否定事实吗 你先出去吧 碧碧啊 可能瑞朗 从来没有教过你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事实 只有赢家可以普行 原瑞朗已经被公司扫地出门 而你现在就是丧家之群 荣鼎上海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 你还是自己主动辞职的 我看在其余的份上 放你一半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七语 燕飞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是不会辞职的 就算你逼我 我也是不会走 你们别嚣张 别以为删除了我手机里的视频 我这儿就没有了 孟威 耗尘影视那五千万 是你转走的 你胡说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于斌 说话要有平均 好 我现在就给你还原一下当天的情景 所以你故意去了齐宇他们家过夜 你抓准了齐宇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所以你才这么做 这就好解释 孟总你手上为什么会有他 在齐宇家过夜的监控录像 这个监控录像是你当天早上 离开时拷贝草的 因为我们小区监控录像 只能保存四十八个小时 燕飞 你还说齐宇的字不是你害死的 案件分析得太完美了 方玉冰 你不去做侦探小说家太可惜了 但是证据呢 是不去造成 aberrant的 注决 也不去做 反正都要你 哪有胜色的 frequent 彩虹 真是 只要isi 你说 我肯定能够 你证据也能够 这就是变成了 是 只有我们这几个人 得知他 好 走 怎么办 他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会做老的 这个防御病 要么是在虚张身世 要么他就是找到了 那个监控室的人 花手朕朕也太小气了 当时干嘛不多花点钱 把那个人送去澳门以后 我真不应该贪心这点气 答应你们去转转 我有孩子呢 不等错了 我掩齐 怎么办 不可由美 你去带她 就是她 怎么派遣 他也不客气了 どdio 都不知道 也得欣赏吧 还得欣赏 你怎么说 我就是 你怎么没有 决定 买好了 跑了 交给我处理吧 怎么了 方月明打电话说 有人可以证实 昊晨隐士的五千万 是孟威转走的 但是这个人他没卡好 让他跑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 这么快就满血复活了 感谢这么多年 高强度的工作 我随时可以满血复活 那喝了这杯 八十块钱的水再走 是你让我去转账的 为什么我一个人去顶罪 我不去 这五百万我还给你 这些我都给你 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去 你是不是人 你冷静一点 你别这么赞我给我 你给我冷静点 你别动我 你听我说孟威 你转账的事情 你瞒不过去了 这次你帮我 把这件事扛下来 这五百万都是你的 帮我一次呗 这不是出差 这是坐牢 我女儿怎么办 我会照顾她的 她去美国所有读书的票 全由我来承担 你出来之后 我把你照顾的 衣服没有脱脱贴贴的 你相信我 你万一不去 是你硕是我的 我把你供出来 警察会给我减刑的 你别做梦了 你以为你财务上干净吗 我现在电脑里 还有你给夜城地盏 做的那些假账 你把我给供出来 我今天遇到第一件事情 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这么多年 你居然这么对我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 我才给你指一条最好的路 同样是坐牢 五百万 还是一分钱没有 你再想想你的女儿 你自己选吗 我rol居 太晒了 我 收拾 您 是 我不想认邂 闔 路 是 走 不 感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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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余的死我一直很内疚 我没有想过事情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 发生了才知道 发生了才后悔磨叽 汪总 你不用跟我道歉 你不要觉得这样你的良心就会好过 你跟警察自首 这只是你赎罪的开始 接下来你会用在监狱的时间 好好地体会 什么叫内疚 看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获得原谅并不是靠嘴上说的 而是靠行动 这并不简单 接下来你和雁飞在监狱里 没有 雁飞 整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雁飞没有任何关系 那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你闹这么大动机 我还以为来抓我们的 方总监 又拿到什么新证据了 你给梦伟为多少钱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燕飞 你不用肖长 虽然现在孟薇被抓了 但是这事不会这么算的 我迟早有一天也会 亲手把你送进去 我说到走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这个二环呢堵了个水泄不通 让大家久等了 来来来快坐吧快坐吧 老丁啊 这么多年你可是第一次来 知道了 是啊 我这个人啊没什么优点 唯一可以炫耀的就是首识 今天连这点资本都丢光了 老丁啊 你有没有看网上 关于袁瑞朗的新闻呢 精神的事情还没有完 又出来一个正和国籍 网上那些不负责任的新闻 说他是金融圈的周八匹 说咱们熔顶的每一分钱 都沾着喧血 老丁 你说 这正和国籍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你是说正和国籍跟金盛 有没有关联是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首先呢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 正和国籍这个项目本身没有问题 其次 现在有人利用袁瑞朗来抹黑熔顶 我觉得这是别有企图另有目的 这一点啊 我们必须有所防备 但是 就先说这个袁瑞朗吧 他把咱们公司搞得很狼狈 恐怕 你和我 恐怕要承担用人不当的责任吧 云鹏说得对啊 公司最近在用人上出现了很多纰漏 我们要深刻反省吧 袁瑞朗的事闹得再热 也是道德问题 除了不负责任的网民 大家都知道 可是上海的孟威 触犯的是刑事问题 这要是传出去 容顶在业内的声誉 可就没法交代 金盛的麻烦不断 看来 得我们这些老家伙出面了 袁瑞 你看我亲自出马 去解决金盛的事情 怎么样 这事情还没到这一步吧 你要是亲自出马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自己就乱了阵脚呢 多事知秋 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处理好金盛的问题 给各位股东一个合理的说法 好 既然由于老丁出马 那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对对对对 是啊是啊 年轻人需要榜样 让大家见识见识丁总的风范也好 我也建议啊 咱们公司内部开展一项自查活动 把每个人手头的烂账都清一清 免得再出事情了 我建议丁总就抓金盛 我就抓这件事 怎么样 好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好啊 好啊 七年的时间 郑和国际的事 时时刻刻地提醒我 要把心底的这份歉意 化成一个个成功的项目 让资本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希望我这七年的工作 能印证我当时的仇 在此 我对当时受到伤害的人 表示最真挚的潜意 我马上就离开榕鼎了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 对我的支持与信任 这对我来说不是个终点 相反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谢谢大家 别特想我啊 袁总 刚才的直播真的很棒 外面同事都说你帅 有担当 燕总这么关注我呢 我以为你又在干什么亏心事呢 要不然怎么见我进来就紧张 那倒没有 只不过啊 这儿原来是你的办公室 我现在要取而代之 怕你有点尴尬 纠战雀 纠战雀巢也是常有的事 再说 我这个位子上布满了钉子 坐着没那么舒服 真的吗 那个 这个 这位的 挺舒服的呀 是吗 我的临时手续都办完了 我想过来 拿一下我的私人用品 我帮你理好了 东西在哪 我帮你找找啊 找找啊 在 在哪儿呢 不好意思我太忙了都忘了 等等啊 参参啊来进来一下 来进 彦总 袁总的东西在哪儿 您不是让我 放在那个角落里了吗 在那儿 你看我这脑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玉冰啊 你帮那个袁总 检查检查 看看 蜡什么东西没 燕总你 你也信这个啊 那你得 那你得找人好好给你看一下这里 为什么 我当初在这的时候吧 我就找人帮我 布了下局 看了个风水 说可以保前程防小人 但是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命格不一样 我觉得你最好找人再看一眼 原总真会开玩笑 你一个刘过阳的人 这么迷信 是 说的也是 看来是不太灵啊 要不然我怎么会 中了小人的招呢 这迷信害死人啊 不过话说过来 像这种事 宁可兴起我 不可兴起我 走好 走好 不送 这 跟我玩这一套 我会信这个 你这招真绝 办公室处处有你 阴魂不散 这够燕飞 恶心一阵子 谁让他自己心里有鬼呢 哎呀 终于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 没想到 最后送我的人是你 你还在 我最后送我的人是你 你最后送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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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不想走 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孤军奋战 我还真有点过瘾去 送你个礼物吧 这是个密码 看出来了 我告诉你啊 公司的办公系统 有一个特殊的软件 能记录所有电脑 近半年的聊天记录 这个就是密码 你们这些走老板的都这么黑啊 谁让你这么笨呢 好不容易拍到抓捡的记录 让别人给删了 这里面肯定有燕飞的黑字 需要的时候查一查 别说我没帮你了 玩这些 还是不如你们老板的一半水平啊 你这叫什么话 我帮你你还损我是吗 要不要不要还给我 来 还给我 真懂你这儿 谁 没人帮你 哪儿是帮你自己 袁总 这是你的东西 看看你们公司 门还是坏的 郑东 愣着干吗呀 先把袁总的这牌子拿走 还有这些书 全部拿走 做投资的摆那么多书 输得起吗 对嘛 做北朝南 还有 这望远镜 先别搬了 出去一下 把门带上 好 喂 菲总 丁义夫已经准备 亲自去处理精神的事情了 他亲自 慌什么呀 他这只行事所必 我看他是不得不赤膊上阵了吧 但他这几天也没什么动静 也许是虚张绅士 那我该怎么办 首先是要封锁消息 其次啊 我搞了一个自查行动 让所有人把自己的事情查一查 该藏的藏 该漏的漏啊 伤害现在是你的地盘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当然明白 在定义夫动手之前 先把袁锐朗的手下清理干净 到时候我看他一个光杆司令 这怎么搞 来啦 爸 给你熬了点烫吧 进去坐吧 好 晚上有事吗 他们啊 给了我两张票 能陪我去看看吗 大和之舞 很经典的踢大舞剧 今天晚上我还有两个会呢 该放松一下就放松一下嘛 别绷得太紧了 我知道您想哄我开心 我真的没事了 就怕你说没事 这太要强的人啊 往往最后伤的都是自个儿 上次苏浩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我替你打了他 这算起来 有二多年没动过手了 苏浩那天子不如你 再加上他妈妈重溺他 所以啊 我就当这个恶人 对他严加要求 他在心里边啊 就形成了一种错觉 觉得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他就把他心里的不满 都发泄在你的身上 让你是委屈了 我不觉得委屈 反正我也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你说这天地下的父亲 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 和母相处的 其实你这次回来啊 对浩浩也是一个激励 她现在啊 不像从前那样不务正业 也打算做出点成绩来 老姐 我们是在帮她 何总 何总 您听我说 你 她怎么说的呀浩哥 撤资 那我说你怎么一点急都不着啊 这么下去别说电子车 玩具车都没机了 浩哥 你们开董事会 把今生的角色权从我手里来抢走 现在又让我着急 我招哪门急啊 华首帧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你 我就奇怪了 那两千万去哪儿了 研究个电池好难哪 浩哥 你补补课呀 农员电子的储备成本 是世界性难题 太阳农那么好用 为什么不用呢 能源成本降不下来 你别小看这破电池了 就你那电子车电池啊 两千万根本都不够烧 我告诉你 别总指着你哥 项目马上就要停了 把房子给我抵押了 也解决一千万 浩哥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去了 我那老婆刚把房子 押了 去投他那个什么破电影 我手上真的一分钱 都拿得出来了 你不是还有那个 活石科技吗 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 你是想把你哥掏空是吗 浩哥 第二次股东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没有阶段性成果 你拿什么东西去说服别人 让别人继续投资呢 对不对 浩哥 浩哥 我知道你这么努力 都是为了做给你爸看 证明你有能力 去继承江州集团 口袋有个钱没了 我可以再赚了 该投手就在投 好 零年不利 被女人算计 兄弟 你也争口气 好 我明白你的苦心 只要苏浩能想得通 我不会跟他计较的 我不是打击你 我就是觉得你受了委屈 其实浩浩 她就是不够自信 给她一点时间 好吗 知道 好 我去看看 你没事吧 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都要留留我 怎么了 放飞自由 大恶人 这位是 这儿我爸 爸 叔叔 叔叔好 爸 这是我美国的朋友 荣顶上海的总经理 袁瑞朗 前总经理 我今天离职 所以找苏总庆祝一下 阿静啊 这个袁总一番美意 可不要拒绝啊 我不是说了晚上有个会吗 对不起 爸在哪儿我说的 我怎么知道你突然进来跳舞 拦都拦不住 你知道这什么感觉吗 就像被扒光了 你说经理不过一样 嗯 你刚才那一秒啊 真的有点香土气息 不行不行不行 我先走了 我先走 你别说你走啊 吓死我了 你别说你走啊 别说你走啊 你走啊 阿静啊 好 这个 航空队出来的状况 我再讲过去 好 袁总呢 他走了 怕你 怕我什么呀 你们俩吃鲜 您别乱点原样谱啊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风哥我还是要感谢他 他至少让你笑 走了 慢点 喂 出发小姐 玉冰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和导演谈好了 他非常喜欢这本小说 真的啊 他说啊 现在中国就缺这种类型片 我们必须要抢产险机 填补这个空白 你看合约方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签了 真替你高兴 不过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们公司原总 刚刚离职 现在 公司处于过渡期 到时候再跟你说吧 五千万的事情 已经弄清楚了 那你什么时候 可以回精神集团 玉冰 赶紧来开个会 淳曼小姐 我现在这儿还有个会 等过了这段过渡期 我再告诉你 好 袁瑞朗逼死人命 再加上网民的恶意炒作 对我们公司产生了 极坏的影响 总公司今天早上发来指示 希望各级分公司 都开展自查活动 今天每个人 都要把自己的问题 清理一遍 我们一起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从谁先开始 打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好意思啊 我就猜到你们谁都不敢发言 那这样吧 就按姓氏笔划吧 我们公司姓氏笔划最少的 应该是方总监吧 方总 要不你做个表率 先说说你 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觉得这是对人生的 宝贵经验 可以从我先开始 大家看看 方总监这气度 那就请大家踊跃发言 言语悦尖锐 内心愉悦坦荡 开始吧 都不说 方总 你这是不怒自威啊 那我就点名了 林海 你和方总监待的时间最长 你说 我 我 没事了 随便说 我一进公司就跟着方总监 他对我来说一师一友 他的投资眼光和业务水平 都是投研步最高的 说什么呢 这什么会啊 这是自查会 不是员工表彰大会 说问题 我们要找像袁瑞郎孟威这样 对公司存在隐患的问题 继续 方总监他有时候不遵守公司的财务制度 存在违规报销超标报销的问题 当然是为了公司好 还有呢 还有 就 这样吧 晏总 不如这样 我有个提议 我在这儿 看大家也不太好说 不如这样 我们说到谁 谁就先离开 这样也好 大家随意啊 继续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